健身女人章生活正能量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律的这个法宝就是什么呢 提前做决定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呀 但是我一直在用这个一个方法 或者说思维模式 而且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益处 在给我的生活 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尤其当然是健身女人章了 尤其是在这个健身方面 吃健康食品 然后去健身等等 当你想督促自己做一件事情 想让自己做一件事情 你脑子中好 我想完成这个任务 我需要该怎么做是吧 但是你在做的过程中 肯定人人都是这样 我也一样 也是人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和诱惑 和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朋友又要搞party是吧 这个过生日 那个又怎么样 今天下雨 然后今天累了 然后昨天睡的晚了 等等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可以用到你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是可能跟健身联系的更多一些 是吧 说这个做决定 我以前我其实说过 就说想培养习惯的话 就是把大事化小 是吧 把任务切块 小到不能再小 小到这事特别可笑 然后你就不得不去做 每天不断的重复 就是做那么一点点 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块思维模式 然后现在我也发现了 就是当我真的是提前做了决定 非常简单 就说好了 我决定这一周 我想健康的去吃 也许不一定 就是说我一周之前 当然这样最好 也许周日晚上 睡觉之前 我躺着想好 好 我这一周 我就会吃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吧 周一吃这个 周一吃 当然没有那么的详细 没有那么的具体 也不用活得很累 是吧 但是我可能会想到 好 今天我的晚餐 我吃的是什么 我提前真的就会想好 因为我在这边 巴厘岛 就是每天去那些餐馆 我经常去的餐馆 就是哪些 我经常点那些东西 就是哪些 我在我周末的时候 我随便吃 真的是随便吃 就是让自己怎么吃都可以 周一到周五 好好吃 因为我就坚信 这个八十二十原理 是吧 你那个80%的时间吃对了 你这样才可以 一直进行下去 你一直限制自己 你是 是不行的 这是至少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我周一到周五好好吃 我周末的时候稍微松散一些 没有关系 而且我是可以原谅自己 我是可以说 好 我们就想吃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特别爱吃的 我找了一个特别爱吃的 也是 又健康了 然后自己还喜欢吃的是什么 一个凯撒沙拉 Caesar salad 再有一个餐厅 叫餐厅 那个Nude Nude Cafe 超喜欢吃 真的是喜欢吃 并不是说 说逼着自己 健康就吃沙拉吧 不是 就真的人家 这沙拉就做的好吃 而且还非常健康 所以 那我想好了 那我今天晚上 如果有人说 约我出去吃饭 好 那我就约到那 没有吃饭 那我就去那 就点这个 我就已经提前节 我现在 今天是周一早上 上午是吧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决定好了 今天晚上我就吃这个 而且现在 我平时的话 有一些清断食 早上一般都不吃东西 顶多就是喝 一小杯的这个咖啡 然后就能扛很长时间 我也不用 特意的去 这个抑制自己 去不吃东西 就 不那么饿 然后到 中午的时候 然后我先去 工作一会儿 然后去跟朋友 喝杯咖啡 是吧 然后我就去 到了健身房 所以健身房 一般就是中午 那时候我在健身 也不会感觉到饿 差不多11点 然后到1点的那个时候 我现在是 在手臂的恢复之期 这个上次说 那个肌肉 有一点点的拉伤 然后现在就是 拼命在做有氧 就是其他做不了 然后有氧和下半身的 这个力量训练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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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 用了一些器械 当然我肯定 平时不推荐用器械 就是因为 因为我是受伤了 是吧 不能手 不能拉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用的这个器械 和一些下半身的 腿部的一些训练 然后之后 我就会去桑拿 然后那边 真特别漂亮 那个健身房 是我见过的最好的 世界上来说 当然肯定 世界上还有很多了 然后在这边 因为它是很漂亮的风景 然后游泳池 然后绿地 然后在外面就可以 乘凉晒太阳 然后桑拿 然后冷的池子 热的池子 这个cold pool 然后hot pool 然后就可以冷热交换 也可以帮助我的手臂的恢复 然后我在那跟那休息 然后也不会感觉到饿 然后就是真的是 一直都不会感觉到饿 当然在那边 它也有 它自己的 那边有protein shake 有一些其他一些吃 你可以买 然后有时候 我会买一个protein shake 这样我的蛋白量 又不能 能补充充足了 是吧 然后相当于 也不会太饿 然后下午再回来 然后再工作一会儿 这就基本上 我一天的一个生活 然后到晚上 那我可能早早去吃饭 有时候就差不多六点 或者甚至五点半 是吧 六点就去吃饭 然后一直到晚上 所以 就感觉 自己感觉很健康 也喜欢去那样做 但是我现在 其实我想说什么 就是我把一天的行程 不光是晚餐 那我可能都提前想好了 在我脑子里都过了一遍 我就会想到这个场景 好 我现在期末的说 我去了这个地方 我点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今天会 去 所有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 人生中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发生了两遍 一遍在你脑子里 一遍就是在 到你做的时候 所以都是要发生两遍 你一个事情 想象不出来 很多时候创业的时候 都是在已经脑子里 都想好了 然后再付诸实践 是吧 然后在这个execution 所以我就说 我就想说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哎呀 我管不住自己 我就 是 如果你临时做决定 你让我也都是 所有的情况 都是临时做决定 你到了这个地方 或者你说 想要去哪吃的时候 你再做决定 那人人都受诱惑 我也受诱惑 所以最重要的是 提前决定好 到那个时候 你已经是 哎呀 真的心慌 饿了 然后想吃 但你已经提前好 你就决定好了 你就不用再 费脑子 再去想 我现在要去吃什么 你想 吃东西 我之前想好了 我就要去这 我就要点这个 很轻松 是吧 我今天早上 我干什么呀 我昨天想好了 我十点的时候 我就要去健身房 而且我先坐 在健身房 做一些有氧 我本来不爱做有氧 我这个人 真是特别不爱做有氧 然后你有那些 我是在上面 快走也好 或者有那些 骑自行车那种 坐着骑一扇 坐着腿跟着动 那我就什么呀 我看Netflix 对吧 我就做一些 我喜欢做的事情 总是要给自己reward 做一件事情 你不给自己reward 不给自己奖励 你是永远持续不下去的 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 你就是在有奖励 你跟朋友一块 喜欢去看电影 到电影院 然后你买 买这个爆米花 是吧 一边吃一边看 你很开心 整个的经历 这就是一个reward 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就要给你自己reward 这样你才能坚持下去 这样你才能正面的去激励 正向激励 是吧 这叫什么positive reinforcement 好 我喜欢做一件事情 我这时候看了我喜欢看的电视剧 然后这个很开心 我还能再一直做有奖励 有时候我能跟这个走步机上 或者跑步机上 然后或者是登这个车 然后我能一下骑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真的就是这样 这又训练了 都是一举两个 现在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做怎么样的 就是好像是 这叫什么 multitasking 是吧 都是要达到两个目的 我又训练了 我又看我喜欢看的东西 那个那个 我在晒太阳的时候 那我可能听一些audible的书 我又听书了 吸取了一些知识 然后我又跟那人晒太阳 就是 然后我又去 那我要去桑拿 那我又是 既是 这个放松了我这个肌肉 然后我又享受了这些桑拿 很多都是 很多东西都真的是 一举两得 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一箭双雕 是吧 一箭双雕 这我刚才想找这个 这个一石二鸟 一箭双雕 事半功倍 然后就这样 所以刚才就是说的这个 为什么想说这个 一直在我脑子里头 就觉得这个 哎呀 这个做决定 大家好像都知道 这个也不陌生 觉得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 我觉得付诸实现的非常少 你真的把它用起来 很多的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你就是提前决定好了 不光是健身 不管你的工作也好 你的想干什么事情 提前想好 就以后就不会出一些 乱七八糟的 其他的差错 意想不到的事情 然后这个 心血 心血来潮 一下 哎呀 认受不住了 然后你 每次 原来我自己跟我自己说 说 你绝对不要在饿的时候 去超市买东西 当你饿的时候 你想买的全是垃圾食品 我想吃这薯片 吃哪个 我也有自己爱吃好多东西 是吧 冰激凌怎么样 饿的时候就这样 你饱的时候再去 然后之前 最早之前说 看过一个神话 童话 还是怎么着 忘了 谁说的 说 关于这个自律 自制力 说这个 一个 一个什么 什么某某神 我不知道希腊的某某神 如果谁能讲的好 告诉我一下 说他在这个船上 然后到一个什么岛上 是吧 岛上全是美女 然后吹一些什么笛子 然后一些什么音乐 然后就迷惑你 一听到这个歌曲 迷惑你 你就怎么样 本来你要去打仗 想去攻克 你就完全就瘫痪 什么也动不了了 你什么仗也打不了了 你脑子就全乱了 听到人家放这个音乐 这个 唱这个歌也好 还是怎么样 忘了 还是吹这个笛子也好 还是怎么样 然后你就会这样 然后怎么办呢 他有提前跟他传言说 那个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把我绑起来 把我绑起来 然后怎么样呢 把我的耳朵读起来 把我绑起来 无论我说什么 可能就是听到那个笛声 你就开始投降 是吧 你就开始说一些胡乱话 我说什么都不要管我 都不要理我 那个那个 即便我就求饶怎么样 都不要理我 就是把我绑起来 因为我这时候做的决定就是不好的 是吧 然后后来让他说 说实验一下吧 怎么办呢 人家说假装的说 假装咱们已经到那了 然后那些人把他绑起来 是吧 他传言把他绑起来 然后他说 哎呀好好好 已经结束了 那个那个咱们就不用 那个这个求了半天 都人都没给他结绑 说好好好 已经结束了 那个那个不用绑 我赶紧解开吧 让人给解开 说哎呀 我怎么让你解开了呢 你怎么又解开了 你傻吧 就是说这个这个 其实不是那意思 是吧 还要你绑着我 一直绑着我 是吧 真的就不要给我结绑 然后就是 就是人家学会 就一直给他绑起来 是吧 到真 真到那个 快接近那个岛的时候 那个什么什么声 笛声响起 然后 相当于你就有意志力了 所以其实他这个 童话的背后 神话的背后 就说的一个道理 就是 在某某情况之下 你就是没有意志力 那个时候你就不是你自己 你做出来决定 就是跟你想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 事与愿违 是吧 所以怎么办 提前决定 他提前决定好 就是好 把我绑起来 那你那个时候就想好 那我就做好决定 我今天几点 要去哪 要去干什么 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我明天吃的就是这个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我想说就是 有时候真的哪怕 并不是说你要提前 真的要提前一天 真的有时候就提前几个小时 都可以 只要你不是临时 那个时候 最决定 哪怕有时候 可能真的有时候 提前十分钟 可能都可以 说好 我下面干什么 你这样正无聊呢 是吧 你决定好了 然后十分钟之后 你就去开始去干 而不是说拖延症 是吧 一直就不想着这个事情 当你做了决定 那个时候就什么 一个命令 你给自己下了一个命令 我就要去这么做 然后你这个时候 去执行自己的命令 这感觉就是一个仪式感 就是一种感爱情 我去听从了自己 是吧 我要做这个 我现在就去做这个 感觉真是很好 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 所以今天是说的这个 就特别有激情的 跟大家说 然后上次有同学 这个楼上水 还是谁忘了 说问我说 怎么办 说当你把爱好 变成一个工作的时候 为什么行动力就下降了 那是自然的呀 肯定是这样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 我觉得人人都会是这样吧 多少下降程度 可能不太一样 非常简单 当你是爱好的时候 你享受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过程 你进入一个flow 你怎么样呢 这个脑子 你什么都不想 你就是在专心置之 在这一件事情上 你不分心 然后这时候 你进入那个状态 是一种meditative的状态 一种冥想的一个状态也好 那就是全神的贯注 忘我是吧 这个就是开心的源泉 就是你忘了你自己 你忘了你的ego 你只想着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成工作的话 怎么样 你是为了赚钱 目的就不一样 你两件事情的目的不一样 你是总有这个赚钱的这个目的 在你的脑后想着 在心底里想着 是吧 这个你的目的就不一样了 是吧 想想你说 你说你说 你说你喜欢去看电影 你继续看电影 好 我现在就去看 我想什么看 什么看 我想看哪 看哪个 当你说好 我现在是别人付费 让我去看电影 赚钱 你今天必须得看十个电影 而且就是这些电影 你不管你爱不爱看 你都要去看 你能有行动力吗 你不是你想做的事情吗 对不对 这就是 这个感觉上道理很简单 就是这样 相当于就是你之前有autonomy 你想可以自己决定 什么去做 做多少 是吧 没有输赢 不管结果 为了这个过程 后面就是为了盈利 为了赚钱 你成功做了吗 那你就得想着赚钱 你要是雇员工 你想员工怎么赚钱 是吧 你怎么赚钱 以赚钱为目的 而且 那你这个赚钱 你不能今天就做 干这一分钟的事 五分钟的事 一小时 那你就得有一个structure 有个结构 每天去上班 每今天必须 就是相当于 必须要干这个 必须要干这个 而且很多 你不喜欢干的事情 也放在里面 都要去做 那你行动力 肯定下降了 所以说的行动力 刚才说这个reward 要给自己一个奖励 是吧 然后提前做决定 也会帮你 减少很多的 这个意志力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然后之前也推荐过 大家那本书 那个atomic habits atomic habits 原子习惯 还是叫声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atomic habits 谁写的来着 谁写的来着 忘了忘了 然后其实里面的概念 也自己都之前学习过 也都了解过 他真是串成串 然后去跟你反反复复的说 是怎么样 培养好习惯 怎么样 让这个坏习惯 瓦解 是吧 这样你有 赞兴趣可以去读一下 就这样 好 今天 我之后再给大家更新一下 比较重大的一个消息 然后现在先插一下 我的广告 就是健身体篇章 如果你想十周 彻底改变身材 是吧 认不出来自己的话 那你可以来找我 我有这一套精心做好的一套计划 十年经验的结晶 自己做两年 真是宝贝 是吧 拍着胸壶说 市面上最完整 最系统 最全的 这个这个彻底蜕变 改变身材的这个 整套的攻略 就给你 你可以来找我是吧 如果你是想 减脂 增肌或者塑形 男生女生 新手高手 都可以来找我 只要你想彻底改变自己 彻底 彻底蜕变 十周就可以 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跟着计划 这个做一步一步 都给你安排好了 全都给你考虑到了 所有的各个方面 是吧 只要跟着这个 这个同步视频来做 然后每天三十分钟就可以 真的就足够了 然后按照这个 家常的食谱来吃 也都是非常简单的 没有特殊的食材 全都是干货 不卖产品 然后还包括自控力 和这个激励的 这个心理疏导的这方面 所以这整 整套三步走 是吧 训练 饮食 包括心理 全都包含了 然后 看一下大家 这个成功的案例 前后对比图 是不是你也是越越欲试 觉得是可能以前 就是以前的人家 就可能现在你 也许你的未来 就是现在的他是吧 就是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难 只需要这个科学计划好了 人人都可以实现 没有说什么就晚了呀 我还好有好多 这个60多岁 50多岁的人 都已经彻底改变自己了 都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一个科学的计划 然后连续完成 10周就可以 看一下我这个官网 access横杆 life.com 里面写的非常非常详细 或者点击视频描述 podcast描述里面 有这个链接 可以点进去看到 然后如果你看了 我的一个网站 还有问题的话 还可以加我私人的微信 就是在这里 然后别忘了 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现在已经加到 7000多人了 只是帮大家改变身材 实在不好意思 最近很多人加我 就问我其他的一些问题 暂不接受其他咨询 只是十周变身 你可以加我 想十周变身 十周彻底改变身材 然后下一个就是说 下一个宝贝 就是如果你已经 十周改变身材了 想增加柔韧 是吧 想增加柔韧 保持身材 那你可以用我的 第二个APP宝贝 就是体操训练法 每天三分钟就可以 在家就可以练 而且现在就可以下载 今晚就可以开练 下载的链接 就在视频描述 podcast描述里面 点开 有链接就可以下载 那个苹果和Google Play 直接在APP商店里搜索 体操训练法 国内的安卓手机 就是要点下面的链接 就可以 柔韧也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每次也都 也都说柔韧非常重要 是吧 为了保持身材 拉伸也是非常累的 而且在家练 三分钟就可以 皮插刀里等等 其他的一些技能 就是为了帮你保持身材 就可以了 是吧 看一下我的这个 第二个APP 所以这两个东西 彻底改变身材 保持身材 然后我这个体型体态 等等其他一些 一些东西 皮插刀里 一些技能 全都包含了 所以我这个 整个人生圆满了 这个所有该做的事情 都做了 没有 然后这个就是 我插播的广告 广告结束 然后想跟大家更新的 就是 小瑞典 买了机票了 非常开心 他终于买了机票了 卖了14号的机票 5月14号 就是这周五 但是要进来 现在所有人 都是要 要那个quarantine 隔离五天 然后再亚加达 所以他要真正进来 可能要21号 就是下下周五 不过也非常快了 这个就 不到两周了 是吧 这个就是7天 12天 12天 12 7 5加7 是12吗 是12 数都不会算 5加7 就12天了 听着好好短 没想到 所以就是很开心 然后今天要去签合同 终于要去签合同 那个找了一个villa 一个别墅 算一个villa compound 它有很多 这个小别墅 然后非常喜欢 打算住在那 跟他一起搬进去 听就好像挺那什么 上次不也不已经 一起住过了 如果你一直在看我的更新的话 对 然后又去签这个合同 然后非常开心 这周六就会搬进去 这周六就会搬进去 然后还有什么 最近认识了一些 很多的人很开心 男生 有一些男生认识的 一些出去吃饭 等等 就是聊聊天 觉得 真的很喜欢认识新人 去沟通 然后最近 昨天特别逗 这男生就告诉我有一个APP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叫Field F-E-E-L-D A-B-C-D的D Field 其实里面 因为我一直想说 想跟小瑞典 3-some 是吧 3P之类的 然后说这个 就是专门的 就是Single Couple 3P Swinger 然后4P 然后就是一些 比较Kink 比较什么的 一个APP 如果就是想找一些 特别的 这Experience Fun 这个是比较 就是 就是专门的 专门别 别的 可能跟Tinder 又不太一样 侧重点也不太一样 所以昨天试了一下 然后也许还合适 但是这边好像用的人不太多 可能还是用的Tinder人比较多 所以也许在Tinder上 再找 再说呗 然后 非常期待 住在那里面 可能一开始 先要自己住一个星期 可能会请朋友来 Party一下 之类的 是吧 然后其他有什么 生活还在进行着 然后就是这样 好吧 然后今天就分享在这里 然后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想问我 也可以给我留言 就在下面给我留言 说好 我想听你讲这个 等等 你想听我说什么都可以 我都会看到的 留言 我也会回复你的 或者你想跟我说的话 是吧 好 那今天就聊到这吧 拜拜 拜拜